非常謝謝各位在辦公之中 特別在星期六的下午 A0文化三園區 來參加這個紀錄片的訪問會 這個紀錄片 拍攝過程對13年 為什麼要拍 等一下由我們的出品人 黃壽來先生 以及我們的導演 來跟各位報告 總之在823之後 在829 我們為太原法衛戰的 受軍將領的王靖國將軍 來拍攝了這幾個 被一段被淹滅的歷史 來為這位王將軍 來呈現歷史的真相是什麼 今天我們歷頂的親朋好友 非常多 那我只能簡單的介紹幾位 一路的話請各位高喊一下 第一位我們要介紹國防部副部長張冠群 抗禮 謝謝 第二位是國防部的上將紀錄年將軍 謝謝 第三位是國防部少將何志信將軍 再來是前國安會的秘書長 胡維曾抗禮 前台北市副市長 以及國民黨溫傳會副主任李永平女士 南藝大校長詹錦玉校長 群峰大學校長簡少奇校長 新華大學教授以及1949李戰的作者 楊盧斌老師在最後 前基督部副市長 歐盟代表 謝發達吳鳳梅抗禮 前駐以色列大使 金運森王若琴抗禮 藝術家吳炫山 時尚鳳朱抗禮 三溪同商會理事長 以及台北市議員李慶元先生 仁國川紀念會理事長 徐寶壽先生 前立法委員陳碧涵女士 前立法委員謝啟大女士 前新北市政府文化局長 朱惠良女士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以及是紀錄片的團隊顧問 張力抗禮 國方大學教授尤祥周老師 一大戲劇學院院長 宗明德老師 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 林文琪老師 臺北電影節的執行長 李雅梅女士 導演余秉中胖立 也是我們製作片的團隊 以及導演陳立貴女士 和李永全導演 還有前新竹縣文化 新竹縣政府秘書長 蔡榮光和洪輝官 抗禮 以及竹縣文照基金會的陳明和 董事長 抗禮 還有我們行政院新聞局 嚴隆昌副局長 以及二十位同仁 還有我們信永棠羅陽瑶小組長 和我們十二位同仁 謝謝 以及本片的出品人 是黑劇傳播公司的董事長 陳中仁先生 另外一位本片的出品人 前文化部文資局局長 王靖國將軍支持 王壽來勝 本片兩位導演 陳瑤欣導演 王衛三女士 以及本片的監製 謝曉玉女士 謝謝導演 我們現在就請我們的導演 王壽三女士 為大家講句話